好 社會案件在嘉義水上這邊 昨天晚上傳出了槍擊 一名在宜蘭當兵的男子 趁著休假的時間 來到嘉義 女子住家找人 兩個人疑似因為感情就紛 談判一言不合 男子拿出了改造手槍 朝著女子開了一槍 導致他傷重不治 他的哥哥在旁邊全程募集 也協助壓制嫌犯 從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嫌犯與被害女子 原本站在民宅門口講話 不過講沒多久 嫌犯就從手中提的白色袋子裡 拿出槍械對著女子開槍 當時就在旁邊的被害女子哥哥 目擊整個經過協助壓制抓人 才二十二歲的嫌犯被戴上警車 只見借戶的遠景全副武裝 不但佩戴口罩 還穿著整套隔離衣 就連在場採陣的遠景 都少不了白色隔離衣 周邊還有人噴藥劑消毒 大費周章都是因為男子 是從宜蘭南下 十六號下午將近五點 警方接獲報案 嘉義水上這戶民宅前發生槍擊案 一名二十一歲女子胸口中彈 經調查後發現嫌犯與被害人 疑似有感情糾紛 在宜蘭當兵的男子 趁著休假到女子住處談判 結果一言不合演變成凶殺案 女子送醫後傷重不治 警方從嫌犯身上起初改造手槍一把 棄殼子彈研判是預謀犯案 至於開槍動機及槍支來源 都有待警方徵訊後釐清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